手臂作为暴露在外面次数最多的部位 也是很多偏瘦的小伙伴 最想增出的部位 想要快速的练出手臂 就要锻炼手臂上最大的肌肉弓三头肌 今天分享四个居家锻炼弓三头肌最有效的动作 话不多说 点赞收藏 我们开始训练 首先锻炼弓三头肌最大的长头 第一个动作哑铃紧后必去伸 双手手掌拖住哑铃 至于锦号大臂固定直弯曲小臂 哑铃有控制的下放到大小臂小于90度 推起时不要完全伸直手臂 有条件的可以上点重量 没有大号哑铃的可以将两只哑铃并在一起增加负重 锻炼长头的第二个动作是仰卧哑铃必去伸 稳定好肩膀 手臂不要垂直于身体 而是微微往后移 手肘自然垂直 大臂全程固定住 直弯曲小臂 熟练之后可以在动作顶端加一个手腕旋转 进一步刺激弓三头肌 接着我们做一个复合性动作 载具臥推 因为它能让我们举起更大的重量 所以对于我们手臂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动作同样要稳定好肩膀 手肘贴近身体 小臂全程垂直于地面 最后别忘了锻炼工三头肌的外侧头和内侧头 辅身哑铃必去伸 辅身臀部往后做腰背挺直 将大臂抬至于地面平行 并固定住 小臂带动哑铃做曲臂和身臂 曲臂时要控制速度 容易腰霜的同学可以坐在凳子上训练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工三头肌训练计划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